我赌了圣贤书又给我启发特别大 而且我赌了西方 之后一比较才知道我们中国文化有多大 我只举一个例子 西方的东西 这个西方的东西呀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挤一点 比如他的宗教有一个说法 你们知道宗教什么说法呢 天堂还有什么 地狱 天使还有什么 魔鬼 他的东西 注意 他们百拉图 有些国外留学同志回来 比如你读百拉图哲学 百拉图认为这个世界有两部分 理念的世界 现实的世界 你们读康德 康德认为此案我们是看到的 彼案我们是没办法认识的 此案和彼案 诸位 西方哲学的一个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叫非此即彼二元对立 这就是西方文化 所以很多从西方回来的人 为什么 我们党我们政府 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样 说了很多攻击的话 然后美国多好 听懂了吗 这个思维方式就是典型的西方洗脑的产物 叫做非此即彼 一方是正义的 一方是什么 邪恶的 根本不是这样 这个世界真实的状态是 美国有美国的好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中国有中国的好 绝不可非此即彼 你们说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这种思维方式非常有危险 西方人就靠这种思维方式 你看他的思路 比如美国 我是上帝的选民 我是最优秀的 你们给我信的不一样 对不起 因为我是最优秀的 我是上帝的选民 你们给我信的不一样 我就有整你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就是在这种理律的指导下 他打伊拉克 他没有忏悔过 他咋不跪下来向伊拉克人道歉 说我打错了 到今天歪着嘴还不承认 朋友们 有的年轻人被欧洲几个恐怖事件袭击以后 很多年轻人很生气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这个态度是明确的 可是我们追本清源也知道 欧洲人 西方人 他们把一个曾经繁荣复苏的中东阿拉伯世界 搞成今天的朋友们分崩离析 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那种非词即逼 我是争议的代表 我是上帝的选民 你们跟我不一样 我就有整你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这种文化是非常血腥的 为什么汤云比先生 英国历史学家 经过研读了西方文化 经过读了儒家和大智科这个佛教之后 他得出结论 人类的文化如果走向和平 如果走向最东人类的和解 只有儒家和大乘佛教才能救世界 他是做了非常深刻思考的 讲到这里以后 朋友们 你们以后看问题 对中国文化 你很多人太瞧瞧它了 我们的智慧在这点不知道比他高多少 西方的还有那个小电影 没什么秘密啊 那个超人 还记得吧 他超人超人 他有什么秘密 他是正义的 那边就是邪恶的 还有那个蜘蛛侠在墙上爬来爬去 他是正义的 他是邪恶的 所有后来乌的那种东西 无非是创造一种 所谓的一种英雄人物 叫造物主 救世主 听懂了吗 背后都是他的文化 二元对立 非词即比 我们中国不这么认为 我们中国认为 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 不是二元对立 不是非词即比的 中国文化认为 我们这个世界 你们读中庸 中庸里面讲 万物并遇 万物并遇 什么是并遇啊 并遇 遇就是教育的遇 叫万物并遇而不相害 道 并行而不相北 你读读异传 一传里面讲 天下何思何律 一字而百律 属徒是什么 同归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边 特别讨厌什么 二元对立 非词即比 朋友们 中国文化 跟美国不一样 跟西方不一样 在哪里 西方的这个二元对立 就产生这么一种 思维方式 什么思维方式 我好了 你就不能好 你好了 我就难受 所以这个美国的 总统会员人 叫希拉里 他公开宣称 如果选我当总统 我绝不允许 中国起来 我绝不允许 中国挑战美国的地位 我听了以后 我恨不得去 给他讨论 我告诉大家 就这种文化 有些人 有的年轻人 还崇拜西方 就这种文化的狭隘 你为什么这么说话 我们中国人起来咋了 我们中国人 地零一等吗 凭什么这个地球 只能是你们美国当老大 我说了对不对 应该有这种胸怀 就像中国的胸怀 什么胸怀 万无并遇 你知道什么叫并遇吗 万无并遇就是 中国好了 会对美国好 美国好了 也会对中国好 世界都好了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告诉大家 所以啊 我给年轻人说 为什么说 汤一米说 人类历史的未来 在儒家和大乘佛教 朋友们 就这种精神 如果说这种精神 但这个课 美国人没法听 应该送给奥巴马一份啊 让他懂得 懂得什么 不要老是给中国找事 希望中国好 中国好了 给世界带来多少丧机啊 我们中国人 14亿人口 安居乐业 给世界是个多大的贡献 我曾经给日本一个记者采访我 我就告诉他 我说永远不要期待着中国不好 我说中国好了 会对世界好 我说中国不好了 谁都甭想好 那个日本的记者 那个周日新闻的记者 听了以后 眼睛瞪得老大 很疑惑地看着我 通过他的眼神 疑惑我就知道了 朋友们 智慧 他还是需要提高的 不理解啊 所以有人说 日本学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一对话都知道 差得远 听不懂我的话 后来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看中国好了 会对你们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我们经济发展那么快 我说日本的车 大街上 遍地都是日本的车 这就叫中国有钱了 买了你们那么多东西 这不叫我好了 你们也好了吗 如果中国不好了 谁能承受得了 我说阿拉伯现在不好了 只有几十万的难民 几百万的难民 如果我们中国不好了 十四亿人 不要太多 山西人和内蒙古 几千万的难民 拿着锄头往贝衣走 西伯利亚你觉得还有吗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如果我们广东广西 有一两亿人 如果往南一去 不要走太多 三四千万人出去 行不行 你问越南的结果是什么 东南亚都踏平了 说到这里以后 我就告诉他 我说谁都不能期望中国不好 我们中国政府 朋友们管理着这个国家 多少人安居乐业 我给大家讲 这是这个世界的绝大贡献 我说美国千万不要搞 非此即彼 我好了就不让你好 你好了我难受 永远不能这样 永远要敞开胸怀 什么胸怀 希望全世界都好 希望每一个国家都发展起来 全世界都和平都安宁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才享受和平的阳光 有道理吗 这是中国文化的胸怀 我告诉大家 我定了几个小网友 有几个小网友 前几年一直封刺我 我一说我们国家好 我们文化好 他就封刺我 他不直接批评我 他觉得还尊重我 可是他说风凉话 结果南海仲裁案之后 他变了 沉默了 隔了几天给我发了个私信 说郭老师我今天明白了 他说我太天真了 他说美国为西方的骨子里面 就是就是遏制我们 他说我今天才知道 太天真了 不是像我想的那样 他说我们中国文化 他说你老强调的那个万物并欲 大家好 一定要爱护每一个国家 他说这种文化和美国那种骨子里面 到处扇阴风点鬼火 一定给我们制造那么多障碍 他说世界如果还有和平的话 一定是我们的文化才能指导人类的未来 我就给他回了一句话 如此可教言 所以呢朋友们 我给这位报告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自信 我们文化的这个博大 朋友们实话实说 这不是他们能比的 如果说你不懂他 你说乱说 这叫妄自尊大 我赌了他东西以后 我告诉你 美国的整个战略和西方文化 他骨子里面就是这样思维 他很难改 我告诉他 可惜朋友们 我们遗憾在什么地方 有多少中国人读自己的书 人家犹太人谁不读旧约 西方人谁不读圣经 阿拉伯人谁不读古兰经 我们中国字节的学生 我们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读字节的四书五经 老子庄子 不读自己的中医佛经 一个中国人 不读字节的经典 你怎么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我们中国文化的智慧再大 我们自己不孝子孙 数典忘祖 不去学习 而且没有情怀 没有担当 没有拓将万里的雄心 把中国文化这个智慧 传播出去 来指导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这种 有报复的年轻人 中国也不会有未来 你们说对不对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再伟大的文化 像孔子说的 只有咱们的子民争气 只有咱们的中国人争气 好好学习自己的 学完之后 才有能力 在这个世界中间 干嘛 在这个战乱 纷争的时代里面 告诉人类应该怎么相处 朋友们 如果我们不争气 现在多少年轻人 都被人家西方那一套洗脑 我不知道来的年轻人 可能来的人 可能这个阶段已经过了 我上课的时候 多少年轻人 骨子里边 已经预设了 那个非死即彼的思维 一谈中国 就是落后的象征 一谈西方 仿佛就是什么 有的小孩还一读大学 这一辈子就立个院 我一定要出国 一定要在国外定居 这是什么理想啊 这是 我曾经见过一个老太太 一个老太太 快八十了 这个老人家 叫空巢老人 拿着杯子 拿不住 帕金森松核证 就是多里多梭的 后来我们政府开会 要帮他 中国政府开会 要帮他 地方政府 我去参加 参加以后 我就问那个老人家 我以为那个老人家 那么苦 没有孩子管他 我就在想 肯定是这个老人 孩子不争气 要么是没孩子 没儿女 要么是儿女 过得很穷 不管他 结果我一问 老人家那个骄傲的 我的孩子在美国 一个孩子在斯坦福 一个孩子在什么 康奈尔 好家伙 都是名校的博士 都在美国生活了 而且买了大房子 里面有游泳池 一说起来 老人家都眉飞色舞的 他说完之后 我就问老人家一句话 我说老人家 我说我说我一个晚辈 说话可能有点冒犯 我说能说吗 我说你老人家说 那你说啥子 不就是说我年轻人说吗 我说老人家 你这一辈子 除了培养两个 美国公民之外 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告诉我 吃中国的饭 喝中国的水 读了书回去以后 给美国人服务 结果自己老了 拿着中国人的救济 你活着的意义呢 我说你知道 中国政府的钱该给谁 我们的税收 山区 太行山 七连山 多少山区里边苦难的人 因为自然环境 孩子上不去学 老人有病了 没得看 我们政府的钱 应该救济这些真正苦难的人 自己的孩子 在美国过着上等人的生活 给美国赔上两个公民 拿着中国政府的救济 所以年轻人 当你如果立志 要成为一个美国公民 成为一个新西兰公民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给这个国家的使命和情怀是什么 想过吗 有人告诉我 郭老师你这么说 你就是移不起名 笑话 我甩两套房子 我都能移民 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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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